可连续轰了半个时辰 灵芝连皮都没有破开一点 我就不信了 小胖子猛的起身 咬牙切齿中忽然飞到灵芝旁 目中露出疯狂 张开大口 居然一口咬了过去 这一口咬下 小胖子疼得残叫起来 他觉得眼前冒出金星 牙齿都快要崩掉 眼泪止不住的流下 让他想到了当初在紫韵中 自己咬的那枚梦好炼制的丹药了 我不服 小胖子怒吼 身体再次飞起 用了全部的力气与修为 凝聚在他的那口堪称宝物的牙齿上 再次向着灵芝狠狠一口 剧痛再次袭来 可小胖子的执着在这一刻爆发了 就没有你家胖爷我咬不碎的东西 小胖子红着眼疯狂的不断的撕咬 这一幕好在没有被外人看到 否则的话必定会目瞪口呆 如果是一幅画面 那么画面里的小胖子如同狼狗一样 在不断的撕咬 生生地咬了半个时辰 在小胖子的不懈努力中咔嚓一下 这坚硬的灵芝居然被他咬下了一小块 小胖子眼睛通红 在嘴里狠狠地咀嚼 猛地咽了下去 正要继续时忽然他身体一震 头有些晕 昏昏沉沉地普通一声就倒了下来 昏迷了一个多时辰 他睁开了眼 神色有些茫然 做了一个梦 梦里似乎在创造神通 他想了想 双眼露出光芒 起身又一次地努力撕咬 再次咬下一块灵芝后 又昏迷过去 周而复始 小胖子也都不知过去了多久 那灵芝已被他撕咬吞咽了一小半 同样是在这猿鹰古路上 陈凡默默地站在一块巨大的山石旁 手中拿着一支笔 神色茫然 似沉浸在某种意境中 抬起手 缓缓画出 勾勒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那是他的爱人 山灵 我暗淡了神 却永生不忘情 陈凡轻声难难 王友才也在原鹰古路上 他的面前是一面巨大的青铜古镜 这镜子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 他盘膝坐在镜子前 死死地盯着镜子内的自己 他在脸上时而露出猙獰 时而露出茫然 时而更有明雾 他坐在这里已很久了 我看到了世界 我看到了天地 我看到了未来 我看到了过去 可我的这双眼睛 还能看到更多 王友才仿佛疯狂 声音沙哑 当年的大青山三人 梦好灵动 东虎阴沉 而王友才 则是偏执 原鹰古路上 还有一个人 他是李诗奇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 默默地走在黑色的大地上 以他的神识 也看到了一些先虚 可他只是远远的遗忘 就离去了 不会轻易地选择 不会轻易去尝试 这是他的性格 直至他走了很久 直至在他的前方 出现了一片血色的湖泊 这湖泊或许曾经庞大 可如今已只剩下了一个底 可以看到 在这血湖的底部 长着一朵花 那是一朵蓝花 可却是血色 这是血蓝花 李诗奇默默地望着这朵花 扮上后 他双眼露出果断 迈步走向这朵花 这是他第一次选择 要么不选 一旦选择 就注定要走下去 这也是他的性格 世界上 有太多的造化 我不求全部拥有 只求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就足以 李诗奇轻声难难 走向血蓝花 承受威压 最终默默地盘膝坐下 神色茫然 沉浸在了感悟里 三条古路上 几乎所有人都在感悟 有的人如李诗奇一样的选择 有的人则是试图感悟先虚越多 性格不同 路也不同 时间流逝 三条古路上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拼搏 都在感悟属于自己的神童 外界的地久山海众人 他们都在关注 没有人会不耐 这是创造神通 并非简单的临摹 所需的时间越多 或许展现出来时 就越是惊艳 这三观结束后 必定有人一鸣惊人 引起所有宗门的关注 无论是各宗名单内 还是名单之外 都会立刻被抉择出来 也一定有人会一落千丈的 之前的优势 在这一关完全丧失啊 一定要看仔细了 这一次若能有人 创造出十杯神通 日后必定是天骄之辈 外界地久山海 还有一批人 也在不同的区域 关注这场试炼 这些人正是如太阳子般的 各宗天骄 他们终有一部分 曾去过南天星 可更多的 孟昊尽管没有见过 可他们却早就听到过 孟昊的名字 此刻这些天骄 也带着不同的心情 看着试炼 他们知道 这里面或许会有人 是自己日后 在宗门内的对手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很快就是三天 三天的时间 孟昊已走过了 十九处先须 每一处 他都停留了一些时间 失望的离去 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哎 郁妈 为什么我在每一处 先须中的感悟 都是与灵石有款呢 孟昊长叹一声 来到了一处巨大的 青铜古镜前 看到这镜子的瞬间 孟昊有种 拿出一块灵石 放在镜子面前的冲动 片刻后 当孟昊离开这镜子时 他神色内露出果断 既然我感悟所有区域 都会不由自主的 想起灵石 而后又想起那些欠条 那么我就创造一个 与众不同的神通吧 孟昊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奇光 下定了决心后 他忽然整个人 都觉得似念头通达了很多 身体一晃 直奔下一处 先须而去 时间再次流淌 小胖子那里 在这数日的时间 苏醒了好几次 每一次醒来 他就立刻抱住灵芝 狠狠地啃几口 如今 这灵芝已全部 被他吃下了 小胖子有些着急 索性一口咬在了木桩上 就连那木头都被他生生地咽了下去 这才带着期待与满足 又昏迷了 陈凡站在山石上 画着他的爱人 手中的笔越来越快 山灵的身影 栩栩如生 在他的笔下渐渐清洗 网友才始终坐在青铜古镜前 双眼一片赤红 甚至已流下了血泪 一滴滴落在了他的衣服上 他的身体颤抖 脸上青筋鼓起 神色争鸣 我还可以看得更多 李诗奇 已靠近了血栏花 默默地望着 他身上的衣衫 原本是白色的 可如今不知为何 居然颜色慢慢向着红色改变 似渐渐的 要与血栏花 成为一个颜色 又过去了三天 当孟昊走过 第三十九处先虚时 园英古路上 有惊天动地之声 轰轰而起 这声音回荡间 第九山海 所有关注古路的修饰 全部带着期待看去 有人成功了 是原英古路上的声响 不知会降临几座石碑啊 星空殿堂内 那些各宗老祖 也都立刻看去 原英古路上一个老者 此刻仰天大笑 笑声中 他挥手间立刻 大地黑色的泥土 顿时被掀起了一些 那些泥土 在半空中快速凝聚 最终化作了一个雕像 这雕像三头六臂 刚一出现 就立刻散发威亚 老夫感悟的一处藏土 这藏土蕴含了灵 以此灵 幻化其埋葬之人 生前的神念 成就老夫的神通 这一世神通 老夫命名 降灵 随着老者声音的传出 两座巨大的石碑 轰轰中 从苍穹降临 落在了大地 散发强烈的光芒 这光芒 破开了世界的臂长 使得外面众人 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 两座石碑 不少了 此人 也算了的 他用的时间最快 之前鸣声不鲜 如今 必定受到关注 众人都在议论时 也有几个宗门 快速地将这老者 列入了名单内 可还没等到 这老者笑声 继续回荡 突然地 崭临古路上 问道古路上 还有一样是 这原鹰古路上 陆续有七八人 全部传出轰鸣 也都成功 创造了自己的神通 轰鸣回荡 一座座石碑降临 可这些人 都是两座石碑 没有人能创造出 三座石碑的神通 此后的数日 创造出神通的试炼者 一一出现 此起彼伏 三条古路上 都是如此 石碑最少的是一座 最多的 则是出现了四座 震动了不少关注之人 直至第七天 突然地 在问道古路上 又超越了 以往的轰鸣声传出 是那可以变化 年纪的老者 此刻 他的样子是中年 仿佛一生中 最巅峰的时刻 漂浮在半空时 挥手掐掘间 立刻他的身体 起了一层皮 居然褪皮 不是磷散 而是完整的一张人皮 这人皮 似在微笑 可这微笑 却极为惊悚 我创造的神通 一命夺 以我的一身 褪去的皮 可夺 尾仙身 老者站在半空 淡淡开口时 天地轰鸣 有八座石碑 轰然降临 这八座石碑一出 天地色变 外界地球 山海众人 全部心神震动 就连星空殿堂内 也都有不少老祖 目露齐光 八座石碑 此人 创造惊人 之前几关 他就表现不俗 如今更是创造了 八碑神通 此人 是个苗子 三大道门 或许看不上此人 不过 我七海宗 需要这样的弟子 外界震动 八座石碑 是如今出现的 最多者了 就在外界 被这八座石碑 所震动的同时 或许是时间 到了一定的临界点 突然的 又有不少 古路上的试炼者 全部传出轰鸣 纷纷创造神通成功 可却没有能达到 八座石碑的 最多的 也就是六座 直至 原鹰古路上 又一声轰鸣 滔天而起 这声音刚一出现 立刻世界颤抖 风云色变 气势之强 居然压过了 八座石碑的老者 引起了外界 强烈的关注 那是 小胖子 之前 树冠始终声明不显 不受控制的他 此刻 睁开了眼 神色内 有些茫然 他面前的木桩 此刻已被他 啃吃了大半 看起来 更为残破了 带着茫然 小胖子站起了身 下意识地张开了口 向着天空猛地一吸 这一吸之下 苍穹变化 云雾急速地凝聚 眨眼就在半空 化作了一张大口 甚至还能看到 这口中存在了 锋利的牙齿 这张大口 向着大地猛地一吞 居然 无限的膨胀 眨眼就庞大到了 数千丈 这一吞 让大地轰鸣 似无论什么物质 都会被这大口吞噬 被牙齿咬碎 这一幕让外界之人 全部目瞪口呆 更是在这个时候 苍穹扭曲 有十三座石碑 轰隆隆地一一降临 环绕在小胖子的四周时 小胖子这才清醒过来 十三座石碑 这胖子创造出了什么神通 十三石碑 仅次于当年的烦恼 这小胖子之前很是平反 没想到悟性如此之强 星空殿堂内 那些各宗的老祖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就算是三大道门 也都吃了一斤 就在这时 殿堂内五大圣地中的 古仙灵老祖 猛的站起了身 速度之快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刹那就迈入前方的画面里 眨眼消失 还有四位老祖也纷纷起身 可速度还是慢了一些 那古仙灵的老祖 一头仓发皮肩 眨眼就出现在了 小胖子所在的世界 你这神通叫什么名字 老者刚一出现 右手抬起 向后猛的一挥 仿佛遮了天 封了路 阻止其他人进来 小胖子哆嗦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吃了下面的那根木头 还有木头上的灵芝 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我很饿 牙齿痒痒的 总是想磨牙 想吃东西 小胖子颤抖地开口 他不知眼前的老者 是怎么出现的 好好好 赤子新兴 你这神通 从此就叫 吞天好了 你可愿败入我古仙灵 成为我古仙灵的弟子 老者目露奇光 看向小胖子 越看越是欣喜 愿意啊 可 可我还有道理在家乡 能一起都去吗 小胖子眼睛眨了眨 试探地问道 果然是个重情之人 放心吧 你的道理 可以与你一起 败入我古仙灵 老者感慨地开口 右手抬起一挥 直接笼罩小胖子 刹那消失时 这一方世界 轰然坍塌 星空殿堂内的众老祖 纷纷不满 可却没有办法 该死 慢了一步 这么好的苗子 居然被抢走了 星空殿堂内 其他各宗的老祖 纷纷怒道 而外界也因小胖子被招走 掀起了风浪 这小胖子叫什么来着 他居然被五大圣地中的古仙灵 收围了弟子 我记得叫李富贵吧 他这一生将从此改变了 能创造出十三十倍的神通 这李富贵也是天骄之辈 看吧 或许用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突破修为 一旦到了问道 必定成仙呢 不过画面里 他下方的那木桩 怎么跟狗啃了似的 是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吗 外界地久山海 所有关注之人 都在心神震动 有的复杂 有的羡慕 谈论还在继续的时候 原鹰古路上 轰鸣之声又一次的传出 这一次是从李诗奇那里传来的 李诗奇的衣衫 已彻底成为了血色 他整个人盘膝 坐在血栏花的身边 仿佛自身成为了 血栏花的一部分 在他睁开眼 起身的刹那 那朵血栏花竟枯萎了 随着枯萎 李诗奇的容颜 仿佛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神采 他的修为 竟在这一刻攀升 竟无限地 接近了斩铃 他先是茫然 而后清醒时 御手掐绝 向着天空一指 这一指 苍穹成为了血色 一朵血栏花 骤然幻化在了半空中 直接盛开 轰鸣之声 惊天 血色的苍穹内 一座座石碑 骤然降临 一座 两座 三座 十座 十二座 十三座 十三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